哈囉大家好我是珊珊編 我是考特編啦 我是衣服編 就是大家現在防疫期間就是 除了我們其實也有很多人說 我防控 對 然後就是 就是大家都是叫外送啊 叫外賣服方便 很方便這樣子 所以很多的就是現在外面的一些高檔餐廳 他都開了就是外送 外送或是外帶的服務 所以我們今天帶著 超高級便當 說像目前就是有參加不同餐廳的便當 我們來估價一下好了 看起來好像都是 日式的比較多 好來給大家看一下 盛伯店的便當 它是什麼同德黑豚肉 竹排 炸蝦 他有這個 我看得到 猜這樣子一個組合是多少錢 大概三百八吧 可是盛伯店好像平常去吃會稍微過一筆 有嗎 好像有到四百 請問三百八跟四百八 這差在哪裡 猜四百 我猜四百 三百八 盛伯店百路上 客家人不能再高了 五百六十塊 五百六十塊 其實我覺得他們蠻用心的 玫瑰鹽然後醬料 然後就是一些醃漬物 給你很足 這樣子 他上面還有附又想講 可以配高麗菜吃 好我們現在是要猜第二個 小三五 我聽說是很有名的鰻魚飯對不對 沒錯 是一個日本老店然後來台開的 北九州的甜色案 這個包裝看起來就比較有日式氛圍一點 然後看起來也稍微高級 滿滿的鰻魚 這邊就是鰻魚跟飯 他還有附一個肉串 還有這個一盒水果 而且還有注重配色其實蠻多的 它就是一顆紅色小番茄兩顆葡萄這樣子 他一樣有一些就是醃漬的小菜然後跟糖這樣 他給了一整片滿滿的鰻魚 而且包裝那麼用心 那上面還寫說重特 我跟你講我有一個推理的依據就是 因為鰻魚的套餐他都會分四個等級 就是特、鬆、煮、美 他是用重量去分的 特其實就最高級的啊 就是可是你又是重特的話 我猜應該要1000多元 我雖然是非常愛吃鰻魚飯 但我通常吃的鰻魚都吃真鮮 好吃的書籍在真鮮 所以我想說其實 不要吃鰻魚在我來說鰻魚便當 那邊說欸 滿貴的 是誰 你今天這地方真的是很高級 我跟你講那我這個前面看起來 看起來是有一個越來越往上攀的趨勢 聖盒商務店它超級多東西 而且我覺得光是這個包裝 看起來就很不得了 這價值值200這個包裝 這邊所有的都是日式的 可是就這個的包裝 整個最有日式的整體感覺 大家看一下 舉手因為我跟大家講 我們在一開始 我們進來看到這三套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是一人挑好一道來吃了 就只有那一個人可以吃起飯 有人就說要吃鰻魚飯啊 那你自己吃鰻魚 好可惡 然後這個就比較新來 等一下要拉跳勝 讓大家看到這場的黑暗 跟大家講一下就是這有什麼 有海老鬼殼燒 干貝鹽燒中版豬 香菇 然後就是雞腿 見屋賊一夜感天製的鯨魚 雞稻菜 而且這條魚是超級多耶 它有那麼多顆干貝 很多耶 我覺得真的太划算了 就是 因為剛才很多 太多東西了 太多了 它全部超級多 大概都是那種以半達為單位的 好 兩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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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五八咧 一五八咧 可以可以可以 那我們現在來開吃好不好 那我們就還是先從這個 就是比較低單價的 真的 真的 美美的 而且那個就是醬料 我來幫你聞一下這個醬料 好像有點果香的味道 還是我聞到那幼兒醬的味道 幼香 就吃起來就不會太甜太膩 它這個豬肉是還滿有名 而且是唯一純種的 通德黑豚豬肉 主打是說它是雙醬油花分布 然後大理石花紋 肉質甜美入口級 哇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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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這邊突然有人在拍照 你可不可以專業一點 要不是因為我 我和你同一批飯 我才不要可以主持 原本是我跟岸邊 要不是因為我和我和我 不要找你啊 好啦 那我直接來開箱第二個 好 湊滿一半的 你連那個薑片 我覺得都醃得很棒 給大家看這個薑片 因為醃製得很透明 看起來很入味 我覺得很多小細節 就可以看得出來 就有些日本家人 就很用心 喔 好滿喔 哈哈哈哈 而且鰻魚真的 我發現就是他們其實在烤的時候 真的都很優先 幾分鐘然後就重刷一次這樣 所以它才會吃到就是這麼入味 這樣 不是只有皮甜甜的這樣子 而且鰻魚在烤的時候 好像你要很注意那個火候 不然它一下子它那個 就會肉會黏在那個上面 嗯 超級超級容易 嗯 好吃實 而且也很吃 烤的已經非常入味 味道很容易 可是你們不能吃嗎 而且我很愛鰻魚下面的這種 醬在飯裡面 你也一包 我好愛 我真的好好吃喔 好精緻小菜 你看 它是一個小肉耶 是嗎 這是肉嗎 這是肉耶 這是肉耶 這是鰻魚的喔 買大送小 喜歡 有什麼差別 就是這個裡面 因為它泡在一個 就要醃漬的醬料裡面 所以它吃起來是比較 濕潤 然後加上有一點微微酸酸的味道 非常好吃 是很清爽的口 鰻魚兩吃耶 而且我覺得像 這一個小細節 它哈密瓜全部都切好了 對 它切好 然後它臉皮帶給你 可是它幫你切好 這就是一個小細節 高級的象徵這樣 欸你這個是什麼 你這個看起來 也很好吃耶 它看起來就是魚丸喔 Oh my god 好我吃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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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 Turn 好還是要自己丟 這邊看 下面有一層哩 這裡下面又一層 超級多欸 哇下面icas不會還有 十分塊的現金吧 吃完呢 發現我 這個是 再來一顆 每次來一顆 我就先吃原味 妳們可以先拿妳的便當 去旁邊吃完不要 我需要你 First 我說不說說話呢 我在這邊都可以聞到那個 就是很新鮮的味道 它的干貝就是 我雖然不是什麼干貝都這樣 但是它就是把它 兩面都煎到超脆 然後裡面是很濃的 所以那個口感層次是很豐富 我覺得日式料理就是 燈邊好不好吃 還有一個就是它新不新鮮 就是不新鮮的海鮮 其實一吃就會有一個味道這樣 建屋賊的一夜乾 以前那個冷藏技術沒有這麼好 然後他們就會把它泡在 就是跟海水也不一樣的水裡面 然後在一個一夜風乾 就是那個叫一夜乾 它就可以放很久了 這個屋賊就是很Q 真的很Q 就是很脆痰這樣 它蝦子的殼其實 異常厚明的 看起來就是一個很好剝剝的蝦子 蝦子要好剝就是新鮮 蔥滿足是豬最貴的部分 因為它這邊只有兩塊 一條多只有兩塊 然後加起來大概只有六百顆 而且烤 就是烤得好的 就是烤得好的 蔥滿足會吃起來很脆 就外面很脆 可是裡面很冷 這是最後一塊 鹽烤鯨魚 我覺得很棒 就是它烤的色澤其實很美 然後我覺得就是最好的一個部分 就是我把它翻過來 感覺就是沒有吃 就是它感覺是一口可以吃下去 你看這種對不對 然後這邊 已經去過 對啊感覺都去過 又吃起來被吃 跌到 你剛剛整塊吞下去 但看起來是沒有 有嗎 應該是沒有看起來 沒有欸沒有吃 超級方便 我希望因為自由吃我就會不吃 欸這個真的很棒欸 好我們現在就是幫自己的便當品格 分數好了好不好 滿分是五顆星 蔥德黑豚豬 口味我給它四顆星 因為真的很清爽 就是它的小菜 然後可以整個 襯托到它的 主菜這個部分 包裝的話我可能 只能給它 兩顆星 菜色豐富程度 主菜 其實就是一個海陸雙瓶 然後其他就是日式 基本上都會有的小菜 我給它三顆星 綜合這一份 五百六十塊的聖國店的外帶便當 你給幾顆星 可以給到 三點五顆星 綜合一下 接下來這邊就是 小倉屋的 鰻魚便當 那我覺得 口味的話 我給它 四點五顆星 因為我是覺得 蠻好控的 好好吃喔 超愛吃鰻魚的 包裝的話 其實我覺得 它其實每個都用 木盒 然後再用這個 自己的紙這樣 自己的紙 看起來就是很有日式風格 所以我包裝 我給它 五顆 然後呢 菜色的話我覺得非常豐富 所以我也給五顆 因為它還有這個水果 這個 這一大塊哈密瓜 我不會有加分 原本我只要給四點五 但是因為哈密瓜 我直接加了五分 綜合的話呢 因為其實也是蠻貴的 所以我還是最後給四點五分 換我是不是 口味我覺得就是 可以給到四點七 包裝的話 它包了這個以後 大家可以看前面的畫面 就是整個大家分 就五分 菜色也是五分啊 你看這超級多的耶 總分這樣加起來的話 我是不是要算贏了 真不可行 都需要一個四點九 四點九 好現在防疫期間 就是大家在家最好的活動 上蝦皮 就是其實在蝦皮上面 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看直播啊 然後買網購啊 最基本的 或者說就是你要 就是外送 現在都有 那就是請大家 就是防疫的期間 就是大家安心在家 上蝦皮 這樣 雖然現在防疫期間 但你們在家其實還是 可以做很多 很多事實 休閒的娛樂 或者可以做很多 讓自己開心的事情 那今天這麼多防疫餐檢 就是我們剛剛試吃給大家看 我們之後也都會吃完 而且我們 他寫本來你叫我說 要講會吃完 廢話 你不講我都會吃完 你不講我都會吃完 而且我們沒有分食 自己是自己的 我覺得正確的觀念 我們還是要跟大家宣導 就是 社交距離啊 然後不要构食 這些很 就是大家要記得的一些正確觀念 然後沒事就好好待在家 差不多到這邊了 那大家之後想要看我們開箱什麼東西 就是貴的OK 反正不是我租錢都可以 開箱什麼地堡之類的 之類的啊 都可以 大家留言跟我們講 我們今天有要抽獎什麼的嗎 沒有好小氣喔 因為錢都花在這個上面了 幫我自費出資一百塊 先讓你捲給大家抽 唉唷 好他講的 你是知道 我要吃公司免費一餐一千多 我捲個一千塊 有什麼 一百塊 他要捲一千 他要捲一千 三三編一支湯腰包鋪 一百塊一千 OKOK 喜歡我們的節目就是 訂閱我們開啟小鈴鐺 瞎小編叉叉叉叉叉叉 下次見 掰掰 我們現在就在錄了嗎 已經在錄了 我整個都 超不開的那個 唉唷 我可以重新開始嗎 不會我就 我覺得我前面講了 可以重新啊 可以重新啊 好我開始了 我進入這夠了 哈哈哈哈